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很好 除了北部跟東半部 雲亮稍微多一點點 但是陽光還是有露出來 今天天氣大致上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把握 趕快曬行棉被 因為今天全台灣大概這兩天 禮拜四禮拜五下雨幾乎 可以說至零 請大家好好的珍惜 當然啦 銀封面還是有一點短暗性鎮雨 不過其實各位有沒有看 在北方很多的雲系正在改變當中 另外在太平洋來說的話 有一些擾動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邊有機會發展成為颱風 但是現在說什麼還太早 過幾天再看一下 未來其實要稍微留意的是 禮拜六的時候 可能封面前文雲系就會開始移進來 慢慢的增多 禮拜天的時候 禮拜天的時候有一道封面會通過 原先預期禮拜天一開始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延後一點點 可能禮拜天開始 一直到下禮拜 整個東北風會明顯增強 然後整個下禮拜溫度 就跟這禮拜 這兩天很不一樣 請大家好好珍惜 未來要注意 這邊可能有一些擾動 可能會發展成為颱風 但是我們就繼續保持關注 現在縱使有颱風也不要太緊張 這個時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要清洗台灣的機率沒那麼高 也沒有什麼共搬效應會產生 大家不必太緊張 這兩天還是要注意空氣品質 因為這個時候是一個背封面 明顯在整個中南部之下 我們本地的污染 擴散不易就很容易累積 請大家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未來的動態 整個西半部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未來大致上都還是維持這樣的形態 那溫度上這兩天明顯回溫 這是北部的溫度 明顯回溫了 下禮拜就稍微明顯往下降 稍微留意一下 會有點涼涼的感覺 但是還不是很冷的一個味道 那這裡幾天呢 東半部淫封面 像東北部淫封面 靠山區還是雲量比較多 偶正雨 其實它大致上都很晴朗 這個都是屬於山地的這個 地形的這個雲造成的一個雨 是山裡面的這個雨 那禮拜六可能都北東偶正雨 那禮拜天呢 封面通過這個降雨到禮拜一 就會比較多了 請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時候 等於是禮拜天到禮拜一 特別是禮拜天的下半天 到禮拜一整個天氣變化就很不一樣了 請大家留意一下 各位要注意一下有變化了 所以好好撐這兩天 可以多曬洗一下衣物 那這兩天呢 其實天氣大致上個例都不錯 南部空氣品質稍微差一點點 沒有特別差 是屬於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大致上天氣都還算還可以 那禮拜五呢 白天的天氣也都還算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珍惜 降雨機率大概都是零 請大家好好珍惜 趕快曬洗一下衣物 那當然南部中南部空氣品質 稍微差一點點 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給阿遠建議 把握勤穩穩暖的天氣 到禮拜五 中南部注意空氣品質不佳 那週日風源報導 東北風增強 那中北部會轉移 由於陣雨是比較不穩定的天氣